字幕已晚UWS 够訪問。 字幕已晚UWS 出現 字幕已晚UWS 上網UWS 出現 字幕已晚UWS 出現 演出版國階段 字幕已晚UWS 出現 說你猜足球賽事? 為什麼只是准體直播? 大家都想看看天外飛仙 他說是外星人 知不知道什麼天外飛仙? 天外飛仙解剖研究會 大內物探零零法 憑票入場 當時金國想把 藍宋裡面的士大夫和大夫 苦產科都算 個人覺得超早 一網成琴 讓他們獲得最好的醫療 那金國 懸顏押術那些 就可以長驅而直進了 所以天外飛仙 這個研究會 就是一個渠頭 打算把所有人都入局 然後再生痛 周星馳 由於想研究一下 裡面是什麼立大功 雖然沒有飛 跟金國士兵說 我也是大夫 很有名 給點面子 很容易就放進去 那句我永世都記得 要試不讓你試 結果他又進去天外飛仙解剖會 寶龍一族 同樣 外星人 這個金融峰會 搞到整行整事 不是越多人知道 越多人採訪 越好的嗎? 問一下問題也好 沒有問題問 由於是現場記者 即是走進去 只能看直播 那做什麼現場記者呢? 反正你都是看直播的 回家就算了 這個都不是採訪 好像餅強那些 要他們認可那些 即是會自己發問問題的 為什麽你這麽靚仔啊 靚姐啊那些 即是去吹捧那些金融猛將的 這樣就給他入場了 是吧? 又或者即場拆人情 你會擺多少錢來香港啊? 這個遊戲合不合 主持人 金管局主席啊 這個余偉文 我份人就需要一樣東西而已 既姓好 這個不稱職的出立員 以前做銀行那時候呢 就開錯帳 搞到整間銀行啊 都要辭收工 多得他不少 那今時今日啊 就聘請了他做這個 香港金管局的出立員 呵呵 又開錯帳 是吧? 但今次的金庫是香港人的啊 有些人就說這個是黑箱作業 那不要這樣說 他至少給你看直播 就是裡面不是洪維文那些先啊 還記不記得他啊?洪維文 就是之前唱卡拉OK那個啊 很多立法會議員走去巴結他那個 就傳到那些 武漢肺炎周圍都是啊 搞到雞毛鴨血 那你至少不是那些卡拉OK先啊 整場裡面是講金庸的 好悶哦 因為為什麼啊? 你看到香港的市是一潭死水 不是我說的 施永青說的 他說香港再不可能有牛市的了 那所以這裡呢有幾個問題 其實我說非常想問裡面那些金庸大哥 是嗎? 至於看直播那些記者好沒有人啊 記者最重要的功用就是發問問題啊 你現在下不給問啊 所以香港記協呢是嚴重譴責 就說這件事是打擊了新聞自由 我說不覺得有什麼新聞自由打擊到的 都已經打擊桌盡了 我覺得是打擊了新聞熱度就真 喂好地地一場show 天外飛仙解剖會了 你是不是應該暢行了 讓大家幫你立喊助威啊 你當然不是的 收起來 那裡面的人感受不到外面刺熱的氣氛啊 那我們那些投資者來說 我不是啦 我都說了賺錢我都不買的嘛 我不會暢淡他的 我賺錢都不買 那我幹嘛要暢淡他呢 你你教我啦 暢淡你說 如果做空他的 即是他孤其子各樣那些 那你說暢淡他而已 我沒必要暢淡他的 我這些食花生的而已 那但是作為投資者 是不是想問一下裡面的金融大哥啊 你山長水遠走到過來 第一你是什麼水先 有些不懂的啊 中東勞旺達那些 包著頭巾來開會你都給他啊 那都叫外星人啊 你外星人是外國升級投資者人物啊 還是外國沒有雷工那麼遠 星球二獸戰啊 沒有人認識他的啊 沙特游王的孫啊 Anyway 原來發生了的了 這件事 11月7號 就有這個叫做金融主峰會 當時那些記者啊 演戲都免費了 你們無需發問 就安排了在另一個樓層那裡 免費接觸到那些金融猛將兄 就看直播的而已 是完全沒得接觸的 你在同一棟樓都怕 走過的時候見到 不知道會不會關照過他們 不要亂問話啊 所以啦 香港記協呢 就出信給金管局 說對這個採訪的安排啊 深表遺憾 你錯啦 這個完全不是一個採訪的安排來的 這個是 就是敷衍了事 完全是沒有採訪可言 算什麼安排呢 是不是 你採訪到就叫採訪安排 採訪不到 那些叫打入冷宮 最慘的就是 香港那些記者呢 他不讓你報啊 但是 今次的國際金融領袖 投封會啊 投資封會啊 投封會啊 那這個金融領袖 投封會啊 暢淡那些都邀請他們啊 你有沒有篩選過的 簡卒啊 大哥 有這個摩根史丹里啊 瑞銀 渣打 匯豐 那些一定要啦 在香港都有分行 喂 這些都叫外星銀 內星人來的啊 地球人來的啊 一向在香港的啊 那還有路透社 鹹博等等報道啦 以那些鬼頭這麼懶的性格 多數都等他出稿的 接著照譯啦 這個就是為什麼外國很多時候那些報道是不準確的 對於香港 人說什麼 他又說什麼的了 最神奇的金融啊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息的流通 很多人對於 你掛著那個羊頭 啊 就是什麼一國兩制 對於這個Jurisdiction 有很多法律的問題 投資的問題要問你的嘛 例如如果 你中國那盤 爛數的國企各樣 啊 要投資下來的基金物博士 各樣那些啊 之前拿不到錢走 插了隻腳進來洗濕了頭 幸好呢 他又乾頭撈 沒有頭髮的 所以洗濕了頭很快乾的 跟著暢行了 拔了隻腳走 嘩 但是摩根斯丹利那些 又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說 有能力的早日移民 沒有能力的積聚實力然後移民 大家走了 等那些金融大哥頂住 等那些地產富豪頂住 他們去貢獻國家 是不是這麼說 你想想 共產黨的金庫多大才行 沒有這些人抬和港草進去 怎麼填得滿 我們是一般平民小百姓 那當然是走得就走 敵得就敵的了 發揮香港人的精神 是什麼 懂得走位 那記協呢 在封信裡面就敦促這個金管局 檢討今次的安排 在未來的封會採取措施 保障記者的採訪自由 你過往是可以任意採訪的 如果他有心的時候 你今次都採訪到了 所以你今次發表這個這樣的聲明 有幾樣東西了 第一 下次有沒有金融峰會都不知道 人家買機票過來 特地 如果你真是美若天仙的時候 就是比家超講的嘛 又靚又有美麗DNA 在香港自大 有瀉就自然香 那些人摸倒來 尤其你疫情的時候賺不到錢 當然是摸倒過來賺錢的 結果摸倒過來賺錢的那些 就真是有個摸字了 好像長青橋那條 臨時天橋 你東方大旗手就說你了 高又不夠高 闊又不夠闊 搞到那些人無敵風火輪 過過PK 天滅中共 就全黨史青江的 東方大旗手誰 不是啊 東方日報你都不懂 回家再讀個書 那個投資大佬都看他的 天天說風聲鶴唷 不是摸倒人就慘倒腳 要是炮彈飛車 比我是投資者 我看你都傻啊 走過來投資 容官治港 這些容官廢利 如果你說好像習近平 我們不要說他崇禎 有一點點作為的 明朝開國君王朱遠章 這些這樣的貪官污吏 香港那些 他應該用剝皮髮嘛 朱遠章那時候就是了 剝完陳皮髮在籠椅上 葦小寶都有教過 怎麼弄呢 就在頭殼頂那裏 做個洞 跟著呢 就倒些水銀下去 那你又很癢啊 爬爬爬爬爬 那是之前要先摸著你 然後爬出來 那就整層皮給了人了 這個國際投封會就是了 金融投封會 那幫人進來啊 想出去 留下點東西啦 好啦 氣玉啦 唉 我只有幾個問題 我這個人最喜歡的 很實際的 金融這件事 我只是問這些金融領袖 還是金融領袖啊 就是你那些衣領衣帶 和袖口扭那些 隨時可以燙平 如果我是記者 又可以入場的 你又不要禁止採訪 我只有幾個問題 第一 國下投資多年啊 在這個香港 中國各樣賺錢 否這麼聰明 是不是 公司的主管啊 你有沒有對他負責啊 虧了錢 不用負責的 小心炒你魷魚啊 不是來香港夜賓 吃魚蛋啊 魚蛋燒買啊 28元四顆 如果他給你起錢那些很厲害的 400元一顆都照買啊 第二 如果 剛才那個問題為非 為非作大啊 就是陳茂波那些 你怎樣怎樣才拿到那4000元 猜響減免各樣 要填完16項那些表 審犯那樣審的嘛 所以沒有改錯名的 真的蹲在那裡問人黑的 第二個問題當然了 如果你賺不到錢 為非的 那為什麼你還出席 今次的金融峰會啊 蝕公司錢啊 你是不是為公司著想的 明知蝕錢都走來投資的 所以 照道理啦 所有的金融公司 如果你找了這些這樣的人走過來的時候 你又認住那些人頭 那些CO啊 各樣全部都是幫公司蝕錢的 蝕本貨來的 走過來不用機票錢 酒店錢啊 有些什麼得著啊 對公司來說 是吧 除非香港政府送錢 他們用啦 大連訪問都不給訪問的 我至少問這兩個問題啦 是不是 這麼傻仔都有的 被人騙完一鑊又一鑊的 是不是又有神風突擊基因 但anyway 人家的portfolio呢 就靚靚仔仔仔 這些金融基金佬呢 只憎就是這樣 人家那些 哇 盆滿撥滿喔 是不是 沒有投資中國 非中國概念的 你那個portfolio 拿出來看看 這些人沒有特別技能的 純粹靠炒作 哦 現在炒作都不靈了 啃骨頭 炒他魷魚啦 就是這樣講 好 今天講到這裡